大家好,我是双双 我们现在去辽庄猪家坊的路上 然后现在路边两边全部都是大牛圈呀 人家好多现在都已经开始抓牛了 然后我今天要去的这个大哥他们家前15天吧 大概半个月的时间 他们刚刚把牛拉回来 然后过去看看他们家的牛 看看他们家的牛厂 然后最主要是问一问他们现在买牛的价格 我们到了腰节字镇了 这边家家户户都是养牛的 家家户户牛圈里都有 今天来大哥这牛厂来转一转 大哥这好多牛厂现在还空着呢 这一片都是大哥家的 然后这个大哥还卖饲料 卖添加剂 可厉害了 一年可赚钱了 今年这边没有养牛呢 都空着呢 这边一大片地方 玉米草包 排料机 一会带大家去看啊 然后这一片 面前的这一片大牛厂 现在圈里边 大哥咱家圈里现在有多少头牛 220头正在喂牛 今天我和江南来我们当地的饲料经销商厂家 来看看我们大哥的大牛厂来参观学习一下 然后也去好好的看一下他们的地槽是怎么建的 明年为我们盖地槽也做准备 我们也要努力的向大哥学习 不是啊 担着摸爆面 看这边小牛 准备吃饭了一会儿 这一片地方 这边还都是 这有11056来的 540斤 11056 540斤 哎这挺大呀 还行 挺大挺大 21号头一车来的 21号头一车来的 骑牛笨的 看这不小啊都 看大牛 中间过道 一会儿那边牛都吃上了 看人家的大电光扇是这样的 而且风力也特别大 站这边 看这上边的那个灰条都一直催动的 然后牛圈里边凉快 这个牛呆着就很舒服 这油开始灶上的 这大娘在清理牛粪呢 朋友们看到了吗 不光我们家 就是那个牛 看着埋态 只要是这种 酸氧玉肥牛都脏 他每天 吃喝拉撒碎都在这里面 他的牛身上都是脏的 但是看大哥这个牛骨架很不错的 都是大坯子牛 这是另外的一边卷了 看这边的卷 哎呦 吓一跳 准备开始喂牛了 这个卷实的好凉快呀 要平均650以上了吧 这是准备开始喂牛了吗 这小吃什么挺好啊方便 挺好踩着就走了 大哥 大哥他们家这个牛圈里边的牛 无论是脚大的脚小的全都是用薄套来拴的 然后这样的话牛是不会开的 铁链 然后直接练的薄套 朋友们看到了吗 养育肥牛不光是光要颜色好看 只要有骨架就行 像这种 都是 有骨架就行 颜色好看不好看不重要 大哥他们家这个牛舌里边 好多牛都分辨不成形好脏啊 大哥咱们这几点开始喂牛啊 三点 三点 早上呢 早上四点 早上四点 晚上三点 那你这喂的真早 牛多就是早点 真的牛多就是早点 确实 哎呦去人家我说我们家不当了 这大娘他们家一样牛啊 我家熟的地方 啊熟的地啥的 长年三年 一家都算 啊 不是那他们这起份啥的 一年是按月给钱按年给钱啊 按月 三十块钱一头牛 按月三十块钱一头牛 啊 那一头牛和一天一块钱 对对对 啊真便宜 我进屋里边 走吧走吧 大爷好久不见呢 这几精神的 哈哈哈 看看你家大牛厂 这边 这边用的角楼 然后去上料 我的妈呀这楼大八料鸡 九粒方天 妈 嗯 然后 撒料车 这马上要喂牛了哈大爷 三点喂 三点喂 每天都固定的时间 对 最近瘦了大爷 瘦了好精神 哈哈哈 哈哈哈哈 嫂子这边牛圈咋没养呢 这个没养呢 这个 也快进了呗这是 不进了 来年再进呗 来年再进呗 跟那个一起 等你 便宜不了 是啊 哈哈哈 这几个小牛挺好 嗯 六千 差五分七千五分 啊 六千九百五分 一万一万 这几个小儿挺好啊 当地女的 这是来的 辽宁牛 啊 辽宁牛 好 好